大家好 好消息好消息 很快就我们中国要放松了 就是外国人也可以去中国了 然后也不需要什么隔离之类的 老婆说是拎假三天的居家隔离 下个月以后开始的 那就是没有多长时间了 现在我想回中国那就是方便了 然后这样开了 那肯定是很快就有飞机也要开了 一边就有好消息 第二点因为是要松了 然后是不要健康了 不要核酸了 这些都已经早就有了 然后是因为有这个 所以现在催症也比较多 然后因为是催症比较多 那就是中国人害怕他们会得情况的 这我们是老年纪人 现在有怀孕的妈妈 然后是小孩子 小宝宝的宝宝 他们就担心多 所以担心是很正常的 必须要担心的 你们都知道是全世界呢 是印度啊 多乱了 这边呢 就是安政着走 听政府的话呢 这些都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其实美国也有 就是新光的时候呢 是热的人不少 但是那边呢 是去世的人不会跟印度一样的 然后呢 是印度这边乱有穷 人不注意身体健康 那是好多东西有这边 人也没什么用口罩啊 人也没什么用防御服啊 手套啊 就是不干净啊 你们都知道现在都正常的情况 也不怎么干净 那那个疫情的时候也还是那样的 但是呢 现在呢 看的是我们有可能 做所有的人的国好记者 但是不知道 因为是现在的那个 OBG以后的 就是印度的第二波 新光以后的那个 那个新光啊 那个的CORONA 那没有厉害了 就是他 他就不厉害了 好多人他们都会觉得是印度人的抵抗力比中国人强很多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觉得 这一次我来印度以后 我觉得是中国人的抵抗力比印度人好很多 因为中国人是注意健康 我一直快四年在中国对吧 然后呢 以前我晚上五六点钟以后 如果我吃香蕉 我肯定会感冒的 我吃菊子我也会感冒的 所以我跟老婆说这个 她说是这个什么道理呢 我们就是晚上吃这个的 但是我说是我们印度人就这样的 晚上吃了香蕉肯定会感冒的 我在中国待了四年 我的抵抗力好很多了 所以我来印度以后呢 是我天天吃菊子 想叫晚上吃香蕉都没问题的 我自己觉得我比家里人 所有的人都强好多 到了印度以后 我觉得我肯定是得了CORONA两子 最少是两子 有可能更多三子 但是很明显的 到了以后呢 说不到两个礼拜 有一天就是我觉得我有一点感冒 但是没有感冒 没有鼻涕 没有咳嗽 但是觉得有一点点难受 然后呢 是觉得有发烧 但是没有发烧 这样两手 我的话呢 是很正常的 但是晚上呢 是一个晚上 我的腿呢 只是特别疼 还有昏伤都疼 我觉得是肯定有的CORONA了 但是我没去检查 老婆给我一个药 这也是中国带过来的 她说是这个药好吃的 中药 然后呢 是第二天 我第一天都没吃 第二天 一天我在睡觉 因为我太难受了 我觉得是我发烧 但是一点都没有发烧 都没有感冒 什么都没有 但是觉得累 很累很累的 没有结尔 然后我就吃了中国 老婆给的那个中国的中药 是这个药 有可能你们知道 我就吃了这个 老婆说是一天呢 是十粒 然后呢 是一只十粒 然后一天三次吃 我就吃了两片两粒 然后一天就两粒 就OK了 没有问题的 那个过来以后呢 就再没有二十天 我就有得了这样的一样的情况 但是这一只没有跟第一只难受 就是不觉得那个发烧的感觉 就就就温身疼 然后不舒服 觉得是肯定有什么问题 但是说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那我说是肯定明天会这样的 那我提前就又吃了两个 吃了两个凉了 就OK了完事了 所以我觉得是在现在呢 在这个科罗呢 他就就没有了 他不厉害了 他一点都不厉害 在我家这么年龄的人都有 老的有妈妈 然后呢 是四四到五十中间的 有哥哥 有弟弟 有姐姐 然后呢 是有小的孩子也有 十三岁的也有 八岁的也有 刚生的也有 就是那个弟弟的儿子 对吧 那时候还有呢 那是新的那个人 二十岁的姑娘也有 但是都没有事了 我哥哥天天去上班了 他天天就是跟 好多人就 站在一起的 然后呢 是他肯定会乐的 然后他回家 没有人戴口罩 没有人 不跟那个 哥哥哥离之类的 啥都没有 然后呢 家里没事 现在你看呢 我妈妈的病 也很正常的 我都看过他的那个结果 检查结果都没问题的 都那个特别严重的时候呢 是哥哥 弟弟 还有呢 是嫂子 他们都来进的里 看病 看病的时候呢 是弟弟去医院的时候呢 是他 被检查出来 就是他又新冠 他又那个 确诊了 那确诊了以后呢 是因为他又确诊 所以医生不能看 不让他进那个医院 但是如果他 他要等 不确诊 就是没有了以后的话呢 那他们要住这里很长时间了 所以哥哥代表我的弟弟 然后他去检查他的里头 他说的是名字 就是我弟弟的名字一样的 然后又这样的结果出来了 然后给医生看 就是没有 没有确诊 其实他们三个人 他们都住在一个房间 然后呢 是一起吃饭 都没有窗户 那样的 还不戴口罩 一起一起吃饭的 一起过生活好几天了 然后呢是哥哥也没得 所以呢是不一定 所有的人都会得的 得就得吧 没事无所谓的 现在这个情况是无所谓的了 我老婆也很担心呢 最近不是孩子们 他们有生病吗 他经常去医院呢 他有可能会 会就是密切 那个那个催症呢 然后他说我得了以后呢 是妈妈爸爸年龄大了 他们也得了 然后还只有两个小孩子 就是我家的亲黄 有两个年龄大的 然后两个太小了 那就是他们风险最大的 其实我觉得是老年纪人 还有那是小孩子 他们的抵抗力 比我们就是这个年龄 三十到四十岁的人 他们好很多 因为他们所有的东西都看过 然后孩子们就是 都这些感冒之类的 是很坚长的 所以就我觉得是 不用担心了你们 全世界都都没有了 现在印度 这啥都没有 谁谁都没有这个感冒之类的 我觉得是现在印度人的 那个感冒也少了 因为这个之间呢 是自得得感冒的 我没看见有人 一个就是咳嗽啊 然后呢是6BT之类的东西 又少了 我觉得是中国人 注意身体健康 然后呢是他们会注意这些东西 我待了这三年多了 那我也面成了有一点中国人 我到哪里啊 都先看到是干净不干净啊 如果不干净的话呢 自己先查一查查一查 然后呢都再做吧 我做多地上都有 先地上查一查 所以就我觉得是很快 我们中国也就正常了 你们一点都不用担心了 担心没有用的 就是好好过吧 我们要开了 我们要就到处可以跑了 全世界都在当中国人呢 好长时间没有旅游的 大家都来印度吧 然后就我们好好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